我们烧给侍者的纸钱,上边印着好多个铃,再加上数不清的金银元宝,聚宝盆,摇钱树,汽车洋楼,金山银山,这么说来,那边不是地府,简直是天堂,现代人可能都会好奇,这么多钱,去世的家人应该会过得很好吧,不过阴间不会通货膨胀嘛, 咦,为什么烧那么多纸,纸越烧越多,阳间难道没想过?烧这么多钱会导致阴间通货膨胀吗?还真没想过,首先中国西汉时期就有了麻制纤维纸,据后汉书载公元105年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树,大大降低成本,走近千家万户, 而烧纸习俗,有据可考的事,始于未尽时期,爱日斋从超中载,南齐的废地萧昭叶信奉鬼神,长遗旨,裁减未钱来祭祀 2019年在杭州市萧山区黄家河的东晋墓M7中出土了16件遗物,其中就有冥币,纸一直在烧,而通货膨胀理论的提出不过百年,也就是说老祖宗烧了几千年的纸,都不知道啥叫通货膨胀呢? 即使是今天,又有几个人能理解这个复杂的理论呢?至于越烧越多,面额越硬越大,是出于人们单纯美好的愿望,认为去世的亲人在阴间和阳间一样,有钱就会过得好祭祀 最早是真东西,活人畜,成本太高了,根本供不起,后来改成木像,陶永,数量多了一些,可成本还是不低,终于只出现了,成本低廉,大大释放了生者对逝者的情感 烧得越多越绝,心安,于是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越烧越多,造明帝的人也是越硬越大,既然硬多少都是硬,何不把面额硬得大些 反正成本是一样的,二,在阴间,有钱就会过得好吗?不一定礼计 李运在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烟,精确地点明了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食物,水,性欲,繁衍后代,而在中国传统世界观中,无论是世俗,还是宗教,都认为阴间,除了负责承载,死去的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人生大清算 赏善罚恶千百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世俗与宗教出其一致,都认为,逝者不是必须需要饮食男女 生钱功德,行善事,与死后供养,烧纸钱,超度才是逝者生 存的必要条件,而生钱功德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死后供养次之,也正因如此,和阳世不同 钱,黄金在阴间,都不是硬通货,名与利也非提高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 民间传说,笛记小说,以及一些野史会,记载,有些阳间,真正的大好人,死后,会得到城隍土地的职位,甚至到天界做神仙 靠积累功德实现阶级月签三,钱在阳间和阴间,是一回事吗? 虽然烧纸源于魏晋,也有说法,可追溯至东汉,但最早的纸钱是不印面额的 中国有据可查最早把纸和货币联系在一起,是北宋的交子,而明币上印面额,是更晚的事 所以,印着数额的明币,是不折不扣的心生事物 是否得到阴间承认也未可知 在更久远的文化传承中,我们给逝者烧的纸,并非直接纸带钱,而是会化为阴间的食物 也就是说,焚烧之后,到了阴间,纸裁成铜钱的形状变成铜,裁成动物的形状,就变成动物 折成元宝,则变为金银,虽然纸,能按形状变成任何材质,照理也能变成钞票 但是,物资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不用任何人与机构去承认 不用信用背书,钱却不行,如此一来,我们烧给逝者的钱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再加上烧纸的时节,每年只有那么几次 所以,阴间的货币量也没有那么多,综上阴间的货币没有那么多,货币的作用也不像阳间那么万能 所以,阴间不太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更重要的是,由于阳间人还会烧别墅洋房,汽车仆人等物资,阴间的物资会凭空出现 物资的增加不但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反而会减缓似烧纸钱 究竟有没有真正的作用,那一祭祀仪式的重要意义 烧纸钱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仪式 它在各个文化中都有不同的形式和寓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祖承载着对祖先的敬意和对家族传统的维护 烧纸钱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人们相信通过烧纸钱可以向祖先表达悼念之情 传达对他们的尊重和感恩之意 同时,这也是一种祈福的方式 希望祖先能够保佑后代平安幸福 二,超度亡灵与明府通信 除了祭祀祖先,烧纸钱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即超度亡灵 在许多文化中,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化才能前往彼岸 而烧纸钱就是为了帮助他们顺利地完成这个过程 烧纸钱可以被视为一种供品 通过燃烧将物质世界与灵魂世界连接起来 使亡灵能够得到所需的物资和金钱 此外,烧纸钱也被认为是与明府通信的媒介 人们相信通过燃烧纸钱可以向明府传达自己的祈愿和请求 寄托对亲人的思念和关怀这种交流方式虽然看似神秘 但对于那些相信、明界存在的人来说 它具有极大的意义和心灵 寄托三、忌讳和讲究的背后 虽然烧纸钱在祭祀、超度亡灵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忌讳和讲究 首先,烧纸钱的方式要注意 应该选择在风不大的室外空地进行 以免发生火灾事故 其次,烧纸钱应遵循特定的时间和场合 尊重传统习俗和文化风俗此外 人们还会在烧纸钱的过程中遵循一些特定的规矩 比如,烧纸钱时要向东方燃烧 表示向太阳神示意烧纸钱的时候要低头 表示对先辈的敬意在烧纸钱前要洗手 以净化身心等等 这些细致入微的举动都反映了 人们对逝者的尊重和对仪式的重视 人死后,烧纸钱的行为远远流长 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关怀 无论是祭祖、超度亡灵 还是与明府通信 烧纸钱都承载着人们对死者的留恋和思念之情 虽然现代社会的发展 让一些人对这种传统习俗产生疑问 但无论信仰与否 尊重和理解这一文化现象 都是我们应当秉持的态度 4.烧纸钱的心理作用 在人们烧纸钱的背后 除了传统仪式和文化内涵 还存在着一种心理作用 对于丧亲之痛的人来说 烧纸钱可以是一种宣泄和发泄情绪的方式 通过燃烧纸钱 人们可以将内心深处的悲伤和痛苦释放出来 找到一种宣泄情感的途径 烧纸钱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心理支持和安慰的方式 面对亲人的离去 人们常常感到无助和孤独 而烧纸钱可以让他们感到与逝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这种心理支持的作用 可以帮助人们缓解悲痛 寻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宁静 人死之后要去那里 这大约是很多人思考的终极问题 古人想这个问题 人死后归魂去往何方 在古代人们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的人死后要过奈何桥 去阎望殿 不过在上古时候 人们最初设想的归魂之地是昆仑山 处词上说 天知西北 有幽冥无日之国礼记 写道 死者北首 生者南乡 春秋时人死后 埋葬头在西面 面向北 为的就是使得灵魂能够回到幽冥之国 幽冥之国在哪呢 昆仑山 昆仑山在古代传说中 一直是神仙和鬼魂居住的地方 昆仑山地下三千六百里 就是幽冥界 这里有二十万里 那么大 被四根柱子 称着古人考虑的很周全 认为鬼魂也要喝水 于是昆仑山幽冥界九个井口 日夜不停地往外流着泉水 不过这些泉水都是黄色的 这大约就是黄泉的来历吧 鬼魂死后 去幽冥界不太容易 要经过重重关爱 首先要要经过一条大河的 这条大河叫若水 昆仑若水飞成龙不治 若水有点像奈何 不过若水没有桥过河 需要成龙 各个民族神话中 去往冥界好像都有一条河 北欧神话中那条河叫吉乌尔 这条河上倒是有桥 是一座水晶吊桥 用一根头发吊着 这比玻璃栈道还吓人 何况和对岸 还有个老巫婆莫特吉德 宁笑着等着鬼魂过期吸血 埃及神话中去幽冥的路上 也有条河和叫乌尔尼斯 过了弱水 还要过火山 中国神话中 对火山的描写很笼统 说火山上有鸟兽 树木都靠火来生活 到了佛家那里 这种火被具体化称为八炎火 这八炎火有八样 探坑 烧灵 剑灵 刀到 荆棘 咸河 铜柱 废史 最有意思的是最后这个 烧得滚烫的史 想想 就刺激 佛家对这东西好像很喜欢 后来佛家体系中的地狱 数次迭代 废史屡屡出现 过了火山 鬼魂 还要要经过九门 南派三书小说中的老九门 大约画自古老传说中的九门 九门 其实就是鬼门 鬼门是万鬼出入的地方 看守九门的神仙是最早的两位 门神 神书 玉类除了神将 还有神兽 名曰开明寿 人面虎身 外国神话中也有鬼门 埃及神话中的鬼门是七重门 每一门都有恶鬼收税 递了第七重门鬼魂 就已经赤裸裸无牵挂了 北欧神话中看鬼门 也有动物看守 守鬼门的动物 是一条血斑大狗加尔姆 上古神话中 很多故事都有相似之处 比如各民族 都有大洪水传说 比如幽冥界的传说 也有很多类似的设定 进了鬼门的鬼魂 被分为三类 善鬼 恶鬼 厉鬼 善鬼是人生前做好事的人 变得鬼魂 恶鬼是生前做坏事的人 变得鬼魂 厉鬼是横死之人的 变成的鬼魂 在昆仑山幽冥界 管理厉鬼的神教宗布神 他生前的身份 人们更熟悉一些 后裔 后裔 也是个倒霉蛋 不死药 被自己老婆偷吃了 后来他又被自己徒弟逢蒙算 祭舍死了 后裔死后 西王母聘请他来到冥界 对付厉鬼 冥界 还有一位 大神教 齿锅 这哥们 身高七丈 腰尾也七丈 他和中奎有相同的爱好 喜欢吃饿鬼 拿鬼当饭 吃齿锅的饭量 比中奎好多了 早上吃三千饿鬼 晚上吃三百 还挺注意 养生 昆仑山明界最高的神明王 也是我们的熟人 西王母 西王母 有个法器叫不死术 据说 生前为善的人 到了冥界后 可以通过不死术再回阳间 电视剧灵魂百度 中 明王就是个女的 大约原形 就是西王母吧 到了两汉三国时 可能人们觉得去昆仑山 有点远 千山万水的过弱水 越废史 太难了 于是把幽冥界选在了 泰山 三国志上有魂归戴山的描述 戴山就是泰山 因为办公地点 变了 幽冥界的明王 也从西王母变成了 泰山府君 西王母变成了 一泰万方的女仙 接待一下周穆王等 人间 帝王 请他们吃个早啥的 到了唐朝 唐人 描述的幽冥界 变成了北方的 罗峰山 这大约和张天师的 天师道兴起 有关道家说 人死之后 要去封都城 掌管死后世界的明王是 冬月大帝 冬月大帝应该是 泰山府君的升级版 在《封神演义》中 黄飞虎 被封为冬月大帝 在《更古老的传说》中 冬月大帝是盘古的后人 他有个哥哥 这两年红的发子 名曰 东华帝君 冬月大帝首里 有本生死部 据说 人死之后 阳间 户籍被注销时 阴间的生死部 就有了名字 冬月大帝首下 有竹种司令 种成 魂门亭长等官吏 帮他官吏鬼魂 这其实把人间的官僚 体系挪到了地下 有个说法是 人死之后 要去九泉之下 九泉的说法也来自道家 宋代 有个叫陆时的人写了本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 其中 写九泉分别是 风泉玉主摄天魔 牙泉玉主摄不止点词 黄泉玉主摄山霄 精魅 寒泉玉主摄江湖水怪 阴泉玉主摄血石邪神 幽泉玉主摄山灵毒恶 下泉玉主摄骨浮尸 苦泉玉主摄尸污逆鬼 宁泉玉主摄行王横死 道家的这套地域体系很粗糙 我们更熟悉的一套阴间体制叫十八层地域 牛头马面黑白无常 阎王判官这套设定来自佛家 佛家关于阴间的设定参考了道家的生死部 以及引进人间官僚体系 佛家的明界体系参考了印度地域的概念 做了本土化改造 他们设想中 阴间位于南善布州的地下六十万里处 有六十万里那么大地域是竖着排列的 类似于今天的楼房 每一层楼都是一个办事机构 原本佛家的地域只有十六个 但是这十六个地域只有受苦体系的八热域 和八寒域 八热域分别是等活地域 鬼魂在这里互相残杀 类似于饥饿游戏黑神地域 以黑神乐鬼魂嚎叫地域 在地域里嚎叫 大叫地域 上一个的加强版 炎热地域 类似烤串 大热地域 烤串烤糊了 阿鼻地域 一个不停受苦的地域 可以理解为每天干活不给工资 还挨饿 八大寒域比八大热域名字更朴素 就是人被动的牙齿 打颤的各种状态词描写 这八大寒域状态最轻的两个 一个叫窗域 鬼进去了 就是满身生窗 一个叫农炮域 听名字 就超恶心 后来十六的域迭代成十八地域 还出过一本十八地域经 宣传这十八地域 这次迭代对原来的八寒八热地域 进行了优化 焰火中那个味道富裕的费使域 赫然又回来了 同时还增加了一个驱崇域 一个火车域 白袍同学猜想火车域 那层地域 大约不是让人去让人去九幼 四分之三火车站坐火车吧 幽冥地域 一开始由阎旺一人掌管 阎旺手下的十八个判官掌管 十八层地域 判官手下有牛头马面夜叉 罗刹等服务人员 夜叉八个罗刹十六个 每个夜叉罗刹手下有七千小夜叉 和罗刹 罗刹为啥比夜叉多呢 因为罗刹分男女 男罗刹红发绿言 女罗刹个个是肤白貌美 大长腿的顶级美女 牛头马面负责驱轨入地域 夜叉负责具体执行 各种刑罚 这套地域制度 可以说设计得相当合理了 但是这还没完 十八地域还进行了最后一次迭代 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那套体系 这次迭代中 地域名字中那些难懂的名字 逐渐被替代 像沙尼里地域啦 费使地域啦 都没了 地域名字都换成一些通俗易懂的名字 比如剪刀 地域 游顶地域 割舌地域 寒冰地域之类的 地域的规格也进行了优化 可能参考了中国上古神话 中地域 九博的设定 佛家地域由长官阎罗王 一人掌管变成了十个 这十个地域主宰住在不同大殿 地位平等 每个地域主宰都有个中国姓氏 比如三殿宋帝王渝 四殿五官王驴 五殿阎罗王仓等等 这十殿阎罗和原来设定最不同的一点 就是增加了区分机制 第一殿勤广王奖 负责筛选 把好人送上西天 把坏人打下地狱 十殿阎罗掌管十八地狱 简单理解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大楼制 每层楼有一个总经理负责所有业务 一楼是筛选间 筛选出来的鬼魂 是去一二三四那一层楼 或者直接送去灵山总部 这十殿负责的业务高度 细分 比如四楼的五官王旅 负责处理通奸杀人 叫人赌博 杀人放火 不仁不孝的鬼 原来冥界由阎罗和手下的判官掌管 现在由十个阎网掌管十八地狱 判官们也被精简了 由十八个判官变成了四个 分别是 掌善 掌恶 掌刑 掌生死不 掌刑的那个姓璐 他还是一个可惜爱好者 没事喜欢给人的心钻七个恐 或者给人换磕头啥的 掌生死不的判官姓崔 千官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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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때 enko 唐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